想要在台北市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 尤其在这种交通便利的市区 生活成本更高 根据市调机构的资料显示 这处位在捷运中校复兴站的建物 每平的成交价格近高达192万 而且成交频数还只有13.4平 台北市小套房单价越飙越高 根据内政部揭露的不动产交易实价资讯 台北市15平以下的预售套房物件 近两年的平均单价高涨 2022年均价在105.1万元 2023来到122.1万 涨幅达16.2% 台北市小宅飙上天价 很多年轻人跟小资族根本下不了手 只好往淡白或是淡壳区走 TPAS通勤月票大幅降低交通成本 深受通勤族喜爱 也让淡白区淡水无骨泰山 甚至到淡壳区金山基隆桃源都受贿 一名在北头上班的租屋族 魏先生就说了 原本打算从新装搬到台北市 但因为有月票推出决定留在新北 大概便宜了大概5000多块左右 可是还要考虑 又是说通勤的时间 也是蛮累的 但我觉得习惯就好 目前桃源跟基隆都已经有上刊 50万里上的一个个案 所以也确实可以观察到 就是在新案的一个带动 跟重划区整体的能见度提升 房价高档加上少子化趋势 导致美户的人口数量减少 小宅化趋势加剧 去年底全台平均美户人口 只剩下2.53人 再创历史新低 比起10年前 美户的人口减少了0.3人 跟20年前相比 更减少近0.7人 小宅城趋势也带动价格攀升 取决新闻 尿权米吉也台北上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